近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新一份施政报告中阐述了特区政府推进教育工作的思路和举措,明确提出通识教育科的改革方向。 日前,香港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在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介绍,将根据通识科的课程宗旨和目标,增减课程内容,删减课时,规范科目教材,优化考试安排。 对这个课程的内容,我们会定下来,比较明确的,规范的,而且对这些不同的概念,我们也很清晰的定下来,会有一些课本、书本给学校用,这个我们根据我们现在的季度去审批这个教材。 现在我们是一到五级的这个计分的方法,将来我们就是改为一个合格不合格。 杨润雄介绍,改革后的通识科将重点培养学生的正面价值观,积极的态度和国民身份认同,学习国家发展、宪法和基本法教育。 我们希望在这个课目,就是培养它有一个正常的价值观,比如说包括一个对国家的了解,一个认同自己是国民。 所以我们在课程内,我们会加强对国家发展、宪法、基本法等等解释内容,希望我们的学生透过这一个能培养他们对我们国家的发展有一个正确的了解。 据了解,在2019年的修理风波中,超过一万名因反修理而涉嫌违法的被捕人士中,有四成是学生,其中接近两千名是中小学生。 对此,杨润雄表示,教育局已要求学校为每一位被拘捕学生制定专门辅导计划,希望在未来一两年中可以改变这些学生的错误观念。 我们对于哪些被捕的学生,或是我们知道他们曾经参与这些活动的学生,我们也有一个特定的个人的服务,主要是希望他们能够明白过去他们做这些事,部队的地方在哪,将来怎么面对不同的情况,或是将来怎么理解这个社会的发展等等。 随着香港国安法的生效实施,特区政府首次被明确要求在香港开展国家安全教育。 杨润雄介绍,目前教育局正从教学内容和学校管理两方面着手,希望通过将国安知识与教学中的各科目进行整合,以及为教师提供相关培训等方式,更好地落实香港校园中的国安教育。 在七月的时候,已经给学校中小学发了一个吉允,他们应该让他们的老师,他们的学生知道有这个法律,他们应该是遵守这个法律的。 然后我们现在在做一个比较详细的吉允,主要就是在国安法之下,学校它的责任,我们在教育上也是在准备一些教材,让我们的学校懂得怎么教这个国家安全的概念。 我们现在做一些教师的培训,让他们知道,他们了解这个国家安全的概念。